Hello 大家好 我是C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有两宗都是与一些判监的案件有关的 第一宗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听过 许甘山的瑜伽球事件 因为这件事在我仍是青少年的时候 我也有印象就是说 以前那些姨妈姑姐的舅舅聚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吃饭都有将这件事当成是娱乐八卦去谈的 到今天的时候 许甘山的终极上诉得值 案件发还重审 和大家去看看 究竟是因什么原因而令到可以发还重审 不过我想说 其实新闻里面是极复杂的 就算我刚才试过去录音拍一次 我发觉太过巧口惨手 所以可能有部分我引述报章内容的时候 就算我照着字面去读 但观众们都未必听得明白 我会尝试用一些淺白的方式去谈 因为真的写得很复杂 总之大家要知道 一宗案能够发还重审 是说许甘山那边 必定能够拿到一件事去证明 就是说有些事对我不公平 有些事可能是诱导了其他人 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去想 你未将所有对我有利的事 都全部思考了 总之是一定要有很强的论点 才能够进行上诉 特别是说 这些老谋案件的时候 你的点不够强 如果你只是捉住一些比较鸡碎的事情去说 你是不会有上诉的机会的 总之许甘山这件事 当时我相信七百万香港人也有听过 再加上又到了终审法院 甚至今天强调了是终极上诉这四个字 瞬间令到这宗新闻成为了今天的焦点 第二个话题相对比较细 之前也和大家说过 一名青年在之前在慈云山 因为政见不一的问题 刀斩黄店的老板娘 到了最后 原本今天应该是判监的日子 有两份精神科医生报告 建议被告是无限期的医院领 辩方求情就说 法庭不如判监吧 最后这宗案件是需要押后判刑的 井仔想借着这宗新闻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错误的都市传说观念 就是认为有什么事 假扮就行了 跟人说这里有问题 到时你傻的话警察也怕你 不用错了 很快就可以出来了 究竟是否真的呢? 如果这种错误的观念是真的 究竟在听到建议无限医院令的时候 反而是说想判监好过呢? 那井仔待会就去和大家慢慢探讨一下 好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看看许甘生的新闻 中文大学医学院麻醉及深切治疗学系的 前副教授许甘生 涉嫌以注满一氧化碳的余家球 谋害自己的妻女 最后就聚成判处终身 终审法院的法官 在今天就裁定她的终极上诉得直 案件就需要发还重审 案中就没有直接的证据去指控余金山 将余家球摆入妻女驾车上 控方就是以排除的方式去确认余金山犯案 余金山争议就是说 原审法官就将余家球的气室 因为大家要知道 那些球不是气球 余家球那些一定有气室去塞住它 即是打开气室就会流气 接着你不想它流气 入满了气之后 你就要把气室塞进去 接着就说 关于这个气室的问题 是令陪审团错误排除了 会不会那个球 是有机会是乙女摆上车那里呢 终审法院的法官在判辞的时候 同意就是说 原审法官在引渡的时候 多番就是提及没有气室 又或者余家球的气室被拔走 但是未有恰当地去提醒陪审团 或者是令到许甘山未能够获得公平的审讯 所以一致就裁定 他上诉得值 不是说什么当庭释放 而是说案件需要重审 上诉人许甘山 现在就58岁了 被控两项的老谋罪 就说他在2015年5月22日 去伤害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 警方在事发后半年 即2015年11月才调查私家车上的余家球 正物警员公称 当时没有在车里发现余家球的气室 上诉方争议原审法官就住案件当中余家球气室 错误引导陪审团构成不公 中审法院的法官在判辞了时就说 原审法官在引导陪审团的时候就说 如果认为正物警员的说法是属实 他在检查涉案私家车的时候 没有找到余家球的气室 就可以排除乙女将余家球放入车里面 即是这样说 其实就是说 会不会是乙女将波放在车里面 然后是女儿自己拔走气室再丢掉它呢 虽然听起来很荒谬 明明乙女幸福家庭 爸爸有没有对自己什么 妈妈有没有对自己什么 为什么要害自己的父母呢 但是不可以排除了这个可能 但当时原审法庭引导陪审团就说 大家不要想这个可能 结果就令到气室的问题 就成为了一个争拗点 接着终审法院的法官继续解释 原审法官的说法 建基于这个气室消失不见 这个举止实际上是容许陪审团 疏忽了气室被放置于另外一个地方 又或者是在警方调查余家球之前 已经不慎被拿走 因为毕竟 你不是说即时已经封锁了架车去调查 是隔了半年才去查架车的话 其实就是说 当时警员找不到 不代表气室消失不见 因为气室是否在波里面 其实你会去思考到究竟气室消失了 是被人故意拿走了 还是不是故意被人拿走了 如果你能证实到是许金山故意拔走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入他老谋了 对不对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总之有波 然后女儿可能知道里面有弱 又或者可能知道里面没有弱 然后顺手就把波放在车里面 因为今次这件事 你不是证实到 真的有个镜头 是许金山把波放进去 所以他可以就是说 是的 我承认我制作了一个毒气波 但是我是想着 自己叫的士 然后回到家里 杀蛇虫鼠蚀 但是想不到 有人偷走了我的波 放在我老婆的车上 即是他可以这样去做一个真辩 但是以前就是说 排除了有其他人 是将这个波搬上去车的可能性 结果就导致许金山 他就觉得 我好像全部东西都要吃光 你们没有考虑一些很特殊 很荒谬 但是有机率存在的例子 这样 而且始终 你车半年之后 才去碰它的话 其实你说 波上面的指纹 汽车的状况 其实都可以有很多东西不同 对不对 例如说 会不会是 根本从来就没有那些 说想伤害妻女事件 只不过是说 我打算把杀虫 的波放在车里 我打算15分钟回到家里 对不对 但是怎么知道 可能车在行走的时候 起荡不定 然后撞到车里面的尖锐物品 所以流气 结果导致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 虽然之前在很多坊间的新闻 又会看到 就说 喂不是哦 你许金山 你有个小三的哦 接着还有关系到 他们的那个婚姻状态 就是说 喂不是哦 原本他们都打算離婚了 那在谈 就是婚姻财产分配的问题 这样 虽然你会见到 貌似好像有很多动机 但是最荒谬的事情 你不可以去撇除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 会一致去裁定他们上诉得值 我自己上网看 看到有很多网民就说 哇 搞错啊 许金山摆明点点点 但是始终 别人在法律上 是提出一些疑点的话 再加上 即是官都同意的时候 真的没得说 最后这件案 能够发环重审的话 即是代表了 又要找些新的法官 又要找新的陪审团 所有事情 随时是由零出发 开始就再慢慢审过 所以 这件案 再加上他本身的案情 是极度复杂的时候 可能又要搞两三年 当然 对于现时的许金山来说 他都没什么输了 是吧 他都被判了终身 如果他有办法 可以透过这个上诉 得值的 真是存在疑点的 到其时能够释放的 他就开心了 万一他输了 其实跟他现在也是一样 他又是继续在监狱里生活 对吧 所以对于坐中身的人来说 他无论如何都好 是真的 除非去到终极上诉 都失败的时候 他才是被逼放弃的 如果不是 一旦他手上有资源的话 他一定是会继续这样 将这件事搞下去 当然 大家看到法环重审 就不需要下意识认定 他必定是无罪释放 因为你找到的陪审团 陪审团是有些限制 即是说 你要18岁以上 你要读过大学 好了 那大家就按一下手指 去数一下数 你18岁或以上的人 你一定听过许金山事件 对吧 虽然 法庭上有个要求 就是会跟陪审员说 你在坊间 你十几年前看到的 娱乐八卦新闻信息 全部就当没听过 没看过 那你今次是重新在法庭上 去接收信息 你只是用法庭上 听到的口供 和文字记录 去作为一个判断 但是 人始终是人 人不是AI 是不是真的能够 百分百 不会受到 例如8年前 众多的娱乐新闻 众多的 新闻评论所影响 而认为这件事 根本就是某某人错 这些大家可以去想想 所以你问我 我大多数都是觉得 许金山应该都是还原基本步 而且 你说什么 用瑜伽球去杀虫 又有哪个信呢 你算是说 2015年的时候 都开始有淘宝 你自己作为一个 你根本就不需要 欠缓十元八块的专家 基本上 你去百佳维康 你随便买一些 导从药 拒虫 也就行 但即使用瑜伽球 去装有毒气体 整件事是相当地荒诞的 但没办法 法律就是法律 别人上诉成功,需要跟上游戏规矩 和他所有东西重新审视 原本许甘山是一个完美人才 你想想,香港那么缺医生 香港医生能够赚到那么多钱 而他作为一个副教授 即是他孕育了那么多医生出来的人 放明他自己比起普通医生更有料 就算他不教书,或者这样说 如果他不教书,他直接出去私人市场做的话 这些有机会就是升球人 什么是升球人呢? 球是代表一球,一球就是一百万 升是代表一个星期 有些医生是月球人 有些很厉害的就是升球人 即是一个星期找到一百万 一个月能够找到一百万 那许甘山这些,摆得明是顶尖医学人才 就像在港大教的黎青龙那样 如果黎青龙他愿意出去私人市场做的话 他要赚一亿都完全不是问题 但许甘山他自己就在爱情路上 有些东西就看得太过激进了 还要用自己的专业手段去行空的时候 结果就是说 没办法的 有时候你背景这么优秀 你拥有这么多专业知识的时候 当然需要对你慢慢去调查 而且这次案件还要说 是用一氧化碳有毒气体的 而你本身就是这些医学气体上的专家的时候 不调查你,调查谁呢? 结果是你所有的情史,历史,所有最康装 原本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 是全香港人都知道的 所以有时候那些东西很讽刺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 你以为自己可以应对一切的时候 结果你错了 你错得很厉害 是全世界都知道你有份爱情 总之有时候一个人只是IQ高不行 你都要有EQ,你要有情商去控制自己 因为往往IQ高的人 有些人EQ比较低 可能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憤怒 妒忌 又或者是悔恨的情绪 继续做错事 当然啦 像我这些IQ一般的人 就算EQ高 其实可能也没什么用的 好了 关于许甘先生的事情 就先来这里 因为我相信 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更多的剧情 或者叫做暗情 爆出来都未顶 好了 接着就去到下一单新闻看看 究竟为什么那些人抗拒无限医院令呢? 看回当时的新闻 案情就说 在去年的8月24日早上 被告冯志达走入池云山的八道餐厅中 用刀去伤害了老板娘的面部两下 其后 这个冯志达就由其他的顾客制服了 试着就由救护车送院 他头皮就有两处的伤口 有个半厘米的伤口 和右胸也有个两厘米的伤口 接受诊治之后 同日就已经能够出院了 接着这一名无业男子 早前承认了自己蓄意伤人 和管有攻击性的武器 原本应该在今天在区域法院判刑 只不过有些报告有些争拗 两份精神科医生的报告 建议被告是无限期医院令的 辩方是求情 大家要留意个字眼 是求情和法庭说 希望能够判处监禁 局官就说 必须要考虑案例 所以就把这案件押后到11月28日 总之老板娘就预袭 真的被人用刀用力气去伤害 但是他能够立即出院 你能够想象到 那个伤害的程度是有抱的 今集不谈政见 不谈黄蓝 我们就客观地去看看 如果你不是用精神病去衡量这件事 即我当他神智清醒正常去做这件事 通常当估计都是五六年而已 但是他就在在囚期间 发现自己原来这里有病的 接着医生就说 无限医院令 大家要知道 无限医院令 这件事 某程度上 比起终身监禁更可怕 因为终身监禁 如果你表现良好的话 在二十年打后 你可能会拥有假式的机会 特别是这个人 他今年二十岁而已 如果你说 你不要当二十年了 你当三十年之后 他能够有假式的机会的话 即是表示 他能够在五十岁的时候 重见天入 大家要明白 如果你五十岁保持得好的话 其实你是跟年轻人一样 去找工作 去生活 去享受人生 是全部东西一样可以做到的 而且 如果你在里面坐的话 你的生活是极具规律的 你的身体 是随时比起同年龄的五十岁人士 是健康很多 因为你必定是早睡早起 你必定是有均衡运动 你必定是饮食有营养 是吧 即是最健康的要素都在那里 甚至乎连近视眼都不会有 因为你都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接触到手机屏幕 是吧 那我这里是说 就算是终身监禁 情况最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无限医院令是什么一回事呢 无限医院令是说 如果没有人签纸给你出去的话 你是真的需要永久 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你都需要在医院里面 当然了 里面是一个有冷气的地方 同时你也都勉强了强制劳动 这一件事 但是取而代之就是说 你每天都需要吃药 是吧 至于就是说 即是你怎样才可以 在无限医院令当中得到解脱呢 是说好像不知道 最少需要六个至到七个的医生 是一致签名同意你 可以没事了 大家审视过你的状况 觉得是OK的时候 你才可以放出去的 但是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 他签了这个名字 他就需要负责任了 万一让你出去这个社会 但是你再因为病情 而有发了其他事情的时候 有份签名的医生 变相他们就很严重了 那就会被人去质疑他们的专业 究竟你的判断对不对 如果你身为医生 你没有能力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而且因为你现时错误的判断 是导致社会有人受伤的话 当然医生是没那么容易脱牌 但是对于未来升职的前途来说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医生也是人 如果我签这个名字很容易影响到 或者叫做有潜在风险影响到自己前途的时候 当然在医学上的判断就倾向保守比较好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觉得 或者叫做发现无限医院令 你真是很难叫做逃出封人院 你想想如果你是20岁 你进到相关医院里面的时候 你怎样可以顶到同一个环境住50年呢 还有你说坐牢的话 如果你不是经常搞事那些 其实你都会有你的囚友、失友 甚至在放风打球的时候 你都可以跟人聊聊天 甚至在你极度百无了赖的时候 可能一些你过往绝对看不起的工作 可能反而是成为你的乐趣所在 但是一旦你是无限医院令接受治疗的话 这些不会说没有 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那么畅信 去跟人聊聊天呢 即是你无限医院令能够跟你一起进去住的人 是否能够跟你正常沟通呢 这个你可以自己想想的 而且你20岁就进去 人生是凌光明 如果年龄不一样的 例如是说 我今年70岁 我本身已经行动不便的时候 反而无限医院令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无限医院令照顾你的 就是说精神科护士 那无论是精神科护士也好 还是普通科护士也好 例如换片、洗伤口、处理压仓等 我们全部都懂的 顺便和大家科普都是一样东西 大家不要以为精神科护士 就不会做普通科护士的东西 精神科护士是说 普通科的东西都会学的 最简单、最基本的 洗伤口等 诸如此类 他们必定是懂的 另外 他们还要进修 如何照顾精神科病人 所以 你可以留意一下 网上公开的资讯 精神科护士的生酬起床点 跳泡等 永远比普通科护士 因为他们是学多一门的技术 当然 如果时间拉长了 可能看10年的话 普通科护士去照顾病人 不管你心肝脾肺肾 还是烧伤科 那些 当然会精于精神科护士 因为他们的范畴 你10年已经没有再接触这些案例 突然之间要你去处理 你当然是生疏 你当然会有东西忘记的 如果你是70岁才进医院 去被人照顾你的话 那便舒服了 你还要说 一个永远会有冷气的地方 因为大家要知道 那些监仓的地方没有冷气 之前才有人在投诉 就说不行了 晚上很热 医院令是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 你要去看看自己的年纪 所以为什么这个被告 20岁 如果是无限期医院令 那他真是和味了 所以为什么 要用到求情的形式 就是求监禁 因为老板娘本身 伤就一定有了 但是不算严重的话 那你都可以猜到 即使要去判囚也好 刑期都在过位数 但是无限医院令 是说 如果你有70岁命的 那你就想着 那50年在里面度过 所以要特意去拿这一宗 提醒一下大家 千万不要乱地去信别人坊间的说话 就说 不怕的 跟人说这里有问题便可以 到时候进去流口水便可以 不是说这些 即是真真正正 是说 怎样是可以希望自己的聚集没那么重呢 你就是说 你多找点钱 找个好的律师 那别人想一下 怎样帮你去处理这件事 你不要见一些 别人有钱律师 即是提出来的订阅的时候 你就觉得 对的了 我见到那些有钱律师 都是这样做的时候 我跟他这样做 我抄他 我抄他 我还要不用给律师 快点以为自己是天才 千万不要想这一件事 即是法律面前 有些事我不说得这么难 但大家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 好了 今集节目就比较短 来到这里 那我们就明早再见 好 就这样 拜拜